臺股跌破國安基金防線 金管會穩股措施上唐 國安基金除了在場內持續戶架 更宣布號召各部會聯手就市 據瞭解國安基金近三個月 已進場買股超過數十億 承諸各公股行庫 也已陸續接到護士指令 希望每日能維持近買超 不過金管會穩施措施何時出手 關鍵點恐怕就在這 整個 尤其未來這幾天 整個股市跟國際股市發展的狀況 那我們會在適當的時機 如果真的有需要的話 當然會有必要的措施會提出來 另外一支夾擊投資人為了避免遭 追腳斷頭趕緊抹油落跑 讓臺股融資餘額擔任大砍 超過六十六億 融資維持率僅剩不到百分之一百四十五 也讓順商公會理事長 陳俊侯上任後首次露面 對外信心喊話 要投資人安辣 陳俊侯認為股市 這波拉回後 第四季有望重見曙光 財經部會起心就事 盼讓臺股重回漲勢 今天希望你書寫了福慈台北報導 謝謝大家 請看